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坤,欢迎收看张坤解说三国杀 提醒一下大家,最近坤姐优酷开始准时准点发布视频了 每天19点零分,大家守护在优酷 那么可以订定闹钟,抢抢沙发之类的都可以 每天19点零分,不拖一分钟,也不提前一分钟 好的,那么第一局的话,我们是一个大反贼啊 选择了鲁术,如果鲁术是忠诚的话,跟主公配合很好 如果鲁术是反贼的话,也是有不错的发挥的啊 那么顺了一下,扔了一个戒刀 那么太子池的话,虎将啊,虎将,沃当药 这个地方不选择继续盲狙了吗 反正你看啥,对吧,反正就这样了 那么这个地方啊,这个没有直接杀子宫 当然,他这个鲁匠有些时候就是喜欢被牵的鼻子啊 喜欢被牵的鼻子 那么牵鼻子是由郭家来决定牵谁的鼻子啊 郭家牵鼻子 决斗二章 郭家,跳中了 这也,跳中了 这估计有点像内奸脸,对不对 有点像内奸 那么这是一个反贼 仿佛兮若清云之闭月 人品不错哦 没有全部姨妈 至少是多摸了一张 人品刚刚的啊 要做就做人品好的人,对不对 那么针鸡跳凡,这也跳凡 但是针鸡就更像我们说的中类了啊 那么耗斯蒙双受益 那么自己牛排防御啊 好吧 耗斯蒙双受益 自己牛排来防御 嘿嘿 还带押韵的啊 好像是押韵的 这个管不了那么多了啊 这个这么多伞 防的就是他的啊 太子持不出意外 还要来砍我们啊 甚至两刀都完全有可能啊 那么但他拼点的话 不一定会去拼点我们啊 他可能是为了保证拼赢 拼自己赢 拼他们自己赢 这样的话 我们两刀就就快闪过去了啊 漂亮 包括二张啊 也漂亮的赢 留了一张牌给他利誉 然后这样的话 二张贝勒 这个还挺好的 他们那个至少是压到了血线啊 那么哎呦哎呦 不错呦 这个落成了好几张牌 可惜你不错的时候 老天说 嘿嘿嘿 错不错 还是我说了算 那么老天这个直接把他给干翻了啊 那没办法 撸撸撸 见面撸一半 是吧 来个地门 过 这个有些时候 刘备他刻意控他的手牌 我们这个 吭不了他 但是可以有些时候 可以吭他的忠诚 甚至必要的时候坑内间都可以啊 但我们这个地方没有换旅步啊 没有换旅步的 来 跳个泪给大家看看 好吧 烧我们啊 这烧我们 卖 大喊一声 卖 但不一定啊 不一定不一定 我卖早了 那万一这个 我们假设意外多一张牌 我们不一定卖了 是吧 那个如果赵云牙角 一张杀给我们 我们不一定卖了 那么 这一个九杀的话 二张 反正估计也活不了太久了啊 就这么愉快的九杀了 那么 鲁鲁鲁 这个既然有三个A啊 有三个A的情况下 这个二张这个不打还要了啊 不打还要了 就传组中的 搜 对不对啊 给我搜 那么 五谷肯定是不要的啊 这个地方的话 为了坑倒郭家 对吧 你换牛背也是一张 但是 是吧 牛背这个肯定是把郭家给坑倒 这个地方 哎呀 还是个桃 还是个桃 那时候换的有架子啊 再开一个 那么已经订盟过了啊 这个地方 果断吃 吃 吃 一烧 四位 当然这个地方啊 咱可以去 拆鱼部的手牌啊 万一它是一张闪 怎么办 对不对 你探子吃 你是一张牌 反正探子肯定死不了 当然你说那探子吃爆发了 怎么办 其实也没那么容易爆发吧 就算他是跟牛背两个人 我哪个去 还真有这回事啊 你发现了没有 这个好吧 鱼部终究是死了 咱就不纠结 当时拆不拆他了啊 鹿鹿鹿 这个地方啊 这个 绑自己 地盟 然后 这个地方 烧自己 那这样一来的话 由于太子吃的牌被撸啊 那就直接愉快的结束了啊 愉快的结束了 哎 你看打得我们恰好撸的牌 恰好够用啊 对不对 那正好反正他是必死无疑嘛 因为他没牌 要被烧 对不对 你看当年 三个A下去 他们都不死 你可见他们有多风烧 那对付他们那种风烧的人怎么办 就是我们最后那个做法啊 烧死 对不对 捆起来烧 common baby 那应该是说的英文的这个又说的不流利了 就典型的英文很差的表现啊 其实就想说common baby 对不对 那么这个地方啊 这个曹昂在这个表述 不是叫表输局啊 在等胖子局还是比较偏反的啊 拖节奏嘛 对吧 再说你又不在等胖子旁边 你又保护不到他 你要说在等胖子旁边还好一点 你这个毕竟不是在他旁边啊 然后那个表输呢 又直接朝下砍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中立 那么这个地方 在二号位跳中立的情况下 三号位开鼓鼓风灯 果断这个如果是反对的话 是为以刚刚的啊 破敌军阵 我都说破敌军阵了 非要说那个吸人欲不易 那么这个刘峰的话 如果在等胖子旁边的话 当反对非常不合适啊 但是由于隔这么远 是吧 刚刚的 本来你等胖子想续九杀续豹 都很难 我们这个地方还给你 扒掉一张牌 对不对 那刘峰是不亏的啊 这好吧 人家不打算发动扇子的啊 不打算发动扇子 所以说你看到没有 如果要打发动扇子 逼住你 强住你 那你肯定砍主攻啊 反正主攻也在接着 那么 那么 徐玉的话 也是跳了一个大大的钟 那么国泰的话 在等胖子旁边 选一个国泰 还是得胜之又胜的啊 你小心你被肉灵 你说肉灵是双向的呀 那行啊 你跟等胖子各掉三血 你看谁强 是不是 这个 我那个区 这都能闪过去 好评啊 毕竟国泰是我们的队友 我们不希望他死太快的 好 那么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愉快的 不要不要随便去属性杀啊 不要随便去属性杀 暴力之气 伤人害急 那么我们邪魔这个技能 在出牌阶段任意一个 时候都可以发动 是好评的啊 他没有强调说出牌阶段开始死 更没有损着说 弃完牌了以后 再弃一张杀来发动 对不对啊 那么这个是好评的啊 要不然的话 那你就发动一个技能 只能存两拍 那太伤了 太伤了 你看 国泰他早晚要亏到 他在等胖子旁边 选一个三血女将 选一个三血女将 早晚要吃这个亏的 看到没有 特别是这个 主公被徐玉包养了 如果没有徐玉 前面刘峰给他控一控 是吧 还说不定 还不一定能挨九杀 怎样怎样 但是你看一旦被包养 然后你说你强行在主公旁边 早晚吃亏的 那么这个地方 怎么办呢 这个地方 这个没邪木是可以的 你邪木的作用就是 那啥啥啥啥啥 对不对 比如说让别人使用黑牌 你可以留个收益 邪木出牌阶段限一次 弃一张杀并选一个势例 若如此做 下回合开始前 每当你成为其他角色使用了黑色牌的目标后 黑色牌啊 强调黑色牌的目标 若你那个选的势力跟他那个势力相同 你还可以摸两张牌 当然这个地方啊 由于有这种队友啊 刘峰这种队友 我们现在这个是吧 控得好好的 比如说控得好好的 根本就打不到我们了 而我们的杀 可以拿去杀人了 就不一定要猥琐的邪木了 不一定要猥琐的邪木 那么刚刚的话 还感觉寻意有点像内奸 怎么现在瞬间又跳钟啊 那么终究来讲 他不像是一个当内的人 对不对 不是一个当内的人 那么 金 好吧 不金香 我那个去 我那个去 这吃的嗨呀 这吃的太嗨了 吃的太嗨了 那么 草昂的话 这个沈嘉宜好评啊 再加上流风 好好控一控 争取把时间给活久一点 只要活得久 还怕没收益吗 这个地方 对 我看到他直接去猜死牌 我估计就要去强杀群运 把群运给你杀掉 人家终究啊 好像有点像是想跳内奸了 那个什么顺孙间杀孙间 毕竟孙间也是卖血流 所以不一定能断定他是内奸了 毕竟长得不像嘛 结果这个地方徐徐说 主流内 教你做人 好吧 他认为这个反贼比较难打 能把等胖子拖死 哪里照你这样控的话 你这个内奸你杀什么能赢呢 你有没有为自己考虑过呀 好的 我们之前你看到没有 这个杀不够多的时候 没有随便邪魔啊 你现在就发现他的用途了啊 这个时候那杀就是大爷牌啊 你不服都不行 那就是大爷牌 你少了这些大爷 你圆不了 对不对 你这个甚至没有邪魔的情况下 都没有搞死表输 何况假设你断一两回和杀 那更搞不定了 现在我们还有人少优势 人少劣势 你想一想 对不对 那么现在的话 这个我们的势力是俗啊 永远注意我们的势力是俗 不管你怎么邪魔 你只是说坑那种跟你邪魔的势力 同样的人 那个搞黑牌搞你的时候 你可以摸牌怎样怎样 但是你马良的势力不会改变了 你马良永远是俗势力 这样一来的话 涉及到表输的路牌了 当然刘峰没死 反正跟刘峰有一个势力 哪怕我们邪魔一个位 你表输也别想多摸一张牌 对不对 那这个刘峰估计挂掉了 我觉得估计是挂掉了 他主攻肯定不会断杀的 对不对 有12个力 这个火烧 好吧 这个地方我们还不敢杀孙坚 跑去杀主攻啊 反正如果防御稍微顶起来 把防御顶起来的情况下 这个主攻崩坏很有机会的 这个地方就主攻的输出 最萌啊 所以我们邪魔的是群雄啊 你看到了没有 他那个黑色的牌的时候 咱们就收益了啊 咱们就收益了 那有些时候就是靠过这么一些牌 就是靠过这么一些牌 对不对 关键牌来了 那你就有机会了呀 对不对 那么有机会好听啊 这样你来的话 赶紧死吧 赶紧贴个乐保一下 过 希望这个乐它过不了 那么强调的是黑牌了 那 哎呀 别激动 这决斗是稳赢的 咱们有纳蛮神迹 我一决斗 你等放着出一张杀 我给你捡起来 用捡起来这个杀 再去跟你拼决斗 你再出我再捡 你再出我再捡 你永远决斗不赢我们 对不对啊 那就是这么霸气啊 那这个地方 真挑的时候 由于人本来就比较少 你只要邪魔 那肯定就是对面的势力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黑牌 我们都可以摸两张啊 只要是黑牌 都可以摸两张 那包括你绝大多数的输出手段 黑杀 包括你这些捕刀的难蛮 对不对 当然啊 我们刚刚没有邪魔 杀不足够了 我说如果邪魔的话 如果邪魔的话 那么还是有发挥的啊 有发挥的 包括他的一些黑的锦囊 对不对 特别是黑杀 都可以邪魔 那这样一来的话 拜拜了 他直接拜拜 这个家伙 这个难道说 知道我们有什么牌 其实我们也没有多少杀啊 那有些杀 本来就是最后才摸到 他居然这么愉快的躺了 可能是觉得 即使不死也干不赢我们了 肯定是有这个觉得的 好的 朝提局大内奸 选择了海贼 那个什么陆飞 咱们这个地方就是陆飞啊 戴草帽的陆飞 那么大嘴 大嘴在八号位 这个希望他做好打工的本质 做好打工的本质 那么朝批的话 怎么愉快的 两次都蔡貂蝉啊 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比如说大嘴 他的人 表叔 他的人 这样一来的话 你貂蝉还有什么用 好吧 那有他的想法就行了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这个主公的表率作用啊 是吧 这是我们跟主公是一样的想法 他也是一样的想法 所以说就扒的是我们啊 这个跳钟 算了吧 没有必要诸害他 咱们是个大内奸呢 对不对 如果说我们调写的情况去诸害就好了 当然第一回合诸害命中率稍微低一点 后续会命中率越来越高 这果然是个反质 对不对 那这是一个人的无骨啊 随便开 随便开 一个人的无骨 是吧 该拉啥拉啥 那么这个家伙果然也是反质 你看 所以我说呀 那个 这个家伙扒得准啊 对不对 扒得准 中中生有 马车运出去 那么马车里边的牌是可以急救的啊 马车里边的牌有一句话 如手牌般使用或打出 所以你只要是使用或打出的东东 是可以用马车里边的牌的啊 包括是吧 急救就是红牌当桃啊 对不对 你看他的急救很清楚的 回合外 红牌当桃 使用 使用 那么 带八卦我们就不敢 没必要去诸害他了 并且内奸有些是没有必要这么拼啊 这个地方他把他给救了啊 他把他给救了 其实在我们眼里啊 这俩人跳这么中的情况下 在我们眼里他就是反贼啊 但是别人眼里他不一定是反贼 不一定是反贼 哪怕他救过貂山 对不对啊 当然我们不要救他 让他自己救 你死了一个反贼了 我们这个地方可以考虑 就从他开始控起吧 就控他吧 好吧 当然啊 这个你该死还是得死 你死了以后 对不对 你是民中啊 我们再控他 他就更是累了 知道不 他就是内奸 同志们 他内奸想收貂蚕的人头 所以说把貂蚕给救了 一定要搞清楚这个关系在里面啊 希望不要被他暴露了啊 不要被他暴露了 他有些时候是吧 又砍潮屁啊 之类的 当然 我们现在的话 应该来讲 还是一个反贼的 在别人眼里啊 在别人眼里 那我们的局势 该怎么控就怎么控呀 对不对 你华佗确实该死呀 然后你在里边甚至你表叔作为最难控的 我可以提前控你 然后用眼神控好其他的反贴吧 对不对 当然这个地方可以考虑直接从袁绍那个地方突破 别打着打着 袁绍把场子给我砸了 对不对 好吧 还是觉得表叔难控嘛 那么要不你袁绍打一下功 对吧 射一下剑 主公有八卦 等胖子反正有崩坏 然后顺便挨一刀也无所谓 左师里顺便挨一刀也无所谓 顺便打一刀表叔也无所谓 可惜他不打功啊 他不会打功的 那他越不打功 我觉得现在最越强的越是表叔了 等胖子一时半会不管他 毕竟主公有八卦 一时半会先不管他 左师作为卖血人 卖血的收益都给我们了啊 那这意思是编册我们去打表叔吗 你看到没有 我们作为内奸先挂的装备啊 你要说那你先挂装备 人家亮黑怎么办 亮黑我不命中呗 我内奸装备斩着就斩着了呗 对不对 我就不命中呗 那么这个地方左师不用太空了啊 他也就这么多个化身 也缠了 卖的血 当时说了啊 给我们了啊 给我们了 说不定这个不用空他 他反而来帮我们 因为毕竟没有人 没有百分之百的相信袁绍啊 哪怕你去坑过主动 没有人相信他 我来个去 这是个差评 这真是个差评 神栏栏 这个地方啊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开栏栏 左辞是会放行的啊 左辞是会放行的 放人头的 他以为我们是反贼的 一直在给我们买 你看我们现在也在打表叔 好拼啊 作为内奸的话 这个时候把装备给撸起来了 你看主攻为什么打我们 是吧 有收益就有风险 好拼 九杀只要闪过了 基本上就能闪过了 那么现在的话就是 关注一下主攻的状态 会不会被反贼撸倒 然后就是关注一下 那个不要左输啊 表输有多么难打 然后其他应该就差不多了 当然如果硬 局面硬是要崩的话 也没办法的 比如说你朝鸡 整宫就三滴血 那袁绍加等拙 要给你打死 那也不 不会说因为我们 砍了忠诚一刀 而怎样怎样的啊 是吧 即使我们砍反贼一刀 我们又砍不死他 对不对 人家该射射 该杀主攻杀主攻 这个卖的好 他越卖 我们越开心 主攻拿了牌 主攻拿了牌 主攻这个时候 就状态稍微好一点 然后也压了反贼 也压了我们最讨厌的表叔 这一局我们最难打的 就是表叔 前面有些人 比如说 驼子呀 该死的死 刁蝉啊 开背那个蝉的蝉 然后就表叔最难打 这个时候就最愉快的 就是杀表叔 莫过于杀表叔 那么现在的话 主攻安全了啊 主攻安全了 那你等着 趁着再一会儿 主攻安全 赶紧给我们打工 杀的话 我就给你个好评 对不对 这典型的打工了啊 这个时候 那么 等胖子所有的积蓄 都搞出去了啊 他即使下一回合 再来杀他 也不一定 那个去 则是啥意思啊 后开桃源 先命中 后开桃源 这个你要说通过反贼 来牵制内奸嘛 说得过去 但是那你呀 可完全可以把杀牛手上啊 对不对 你又没有溢出 你开桃源以后 凉血又没有溢出 兴奋 激动 你在兴奋什么 我知道了一种情况 他是在替我们兴奋 你看到没有 这内奸的节奏了呀 对不对 你主攻就算是 被等胖子酒杀又怎样 那内奸已经有桃了 已经赶大爷了 不把你当回事了 对不对 主攻替我们在兴奋啊 你还又吃一个桃 好评 现在反正不操心 暂时不操心 跟你单挑啊 当然那地方要注意一下 这个灌石斧 这个灌石斧 即使我们赶山了 这个 打锦囊啊 对对对 拿锦囊 即使我们干翻了 这个胖子啊 这个斧子会跑到朝梯了啊 但是他有斧子 我们有防具 我们满防具 这个有手牌 应该来讲 也不是过分的怕他啊 不怕他呢 我就在防具 你灌石斧能干啥 我问你 对不对 他明了一个灌石斧啊 所以说你 你说为什么不打无限啊 那肯定不能随便打无限的啊 对不对 一个灌石斧 甚至你有把握的话 这个酒不喝都行 咋样 我就是这么有把握啊 就是这么有把握 那么又愉快的赢了啊 主公居然提前替我们高兴了啊 乐呵呵的是吧 好的 那么 我靠我这个不敢领 啊 元宝可以领啊 我怕就怕他有那个多多益善 我现在又没游戏领了就亏了 元宝的话 啥时候领不都一样吗 对吧 那么最后的话 直接传说中的谢谢大家 也不磨叽 提醒一下 每天十九点 零分 准时准点 优酷发布超级视频 好的 谢谢大家